以山河為畫布 光影不足 演繹夢幻光影 再以晚空作背景 由無人機群點亮天木河夜空 由橫琴遇到深度合作區 民生事務局主辦的 第二屆橫琴天木河水母光影獸 我們的橫琴於9月28日至10月3日 一連六日在橫琴天木河賽艇公園舉行 表演結合AI編畫與裸眼3D等新技術 而一千架無人機及一千平方米的水上巨幕 透過橫琴故事 澳門工程和中秋國慶三個篇章 為琴舞居民和旅客 在雙節之際呈現流光日彩的勸禮演出 上一屆的基礎上規模更大 技術更新 內容更加豐富 除了光影表演之外 我們還增加了無人機 現場也設置了美食的一些攤位 整個設計跟現場的佈置 會比第一屆的規模更大 內容更豐富 而且整個表現形式會更加活躍 天木河水舞光影獸將在每晚7時30分至10時期間 每半小時上映 而無人機表演則會在晚上8時半起航 在精彩演出上映之前 橫琴天木河更會在下午5時就向河半音樂會 配合天木演化夜行一同為城市造興 這個國慶不妨就來一趟橫琴長龍或星樂道 再以流光日彩的水舞光影獸作結 為假期營造充實又寫意的短途旅遊 不過都要提醒 由於演出關係 天木河周邊將實施交通管制 主辦方為此也設有穿梭巴士 接通天木河及橫琴口岸、橫琴城軌站和創新坊 方便各位觀眾出行 設充滅 作詞